两台大货车一左一右 同时通过路口 这时后方骑士却加速 想从车缝超车 但没过几秒 骑士就消失在画面中 换个角度看 骑士先撞上左边大货车 倒地后惨遭另一侧货车 碾过头部 当场死亡 现场留下大片血迹 机车也喷飞好几公尺 画面触目惊心 事发就在桃园市观音区 5号下午2点多 王姓骑士因为超车不慎 惨遭大货车碾过头部 目击民众惊恐报案 但警方到场时 骑士已经明显死亡 警方到场整理 发现骑士安全帽 竟然完全被压扁 但现场却找不到照事驾驶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 锁定照事驾驶 道案说明 骑士遭碾闭 而照事驾驶甚至一度照逃 经过警方通知后 目前已经到派出所说明 详细教室原因 有待警方理清 3C新闻张运权 简单名由陶 陶渊报导